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这个包是五块钱一个 这一个包子五块钱 这什么现在这么贵 你们这红烧味就是肉块 现在我们家里刷的红烧肉块 兄弟们 我们平时吃的包子都是一块钱两个五毛钱一个的 贵一点也就是一块一块五个 今天我们就奢侈一把来吃一个五块钱一个的包子 就是这家包不理手工线包的包子 咱们这个包子每天都是在店里线包的是吧 对他就是线包线蒸的 咱们这个五花肉是提前炒好的是吧 对就是进行五花肉 包这么多啊 对啊 所以我有一半一半 洗一半线的 都要撑一下的 对 都要撑了 哦 他这都是大块的时候 不是说切碎的肉馅 主要吃起来一个肉就有肉感觉了呢 我没看到整个的肉肉块的 这在哪里炒的 在工厂里面炒 有工厂车间 那我们回头等会去车间里面看看这个炒红烧肉 可以的 这个包的是什么线的呢 就是酸菜肥肠包 那这个应该也不便宜吧 这个我们卖价格是6块 我们这里一般一个里面包到 8个到9个 叫9个肥肠 肥肠是胡椒肉卖的 销量 基本上在前三 哦 反而越贵 还有人爱吃 这一块就是包在包子里面的吗 对 一个包子里面要包多少 一个包子里面要包40克 五八个 大概有量的这几块 大概有个 七八块 到十块左右吧 这么大的红烧肉这个是包包子里面的 还有卤料包 秘方呀 这换一个锅干什么 换一个锅 等下要下足够闷 出锅了吗 等一下还要收一下汤 哇 味精盐 鸡精是吧 对 没有味精 就是鸡精盐和鸡 要多个钱 这就可以了吗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马上包包的 这就可以直接送到店里包成包的了 哦 这就成品了 对 成品先 冲刀就包的 冲锅了 哇 真是大块的红烧肉啊 漂亮啊 这是非常的 兄弟们 我们今天奢侈了一把啊 买了两个包子花了11块钱 一个5块钱的红烧肉包子 还有一个6块钱一个 三菜非常薄 好多非常啊 好吃啊 酸辣味的 他这个非常开 带点嚼劲啊 然后呢 还很烂 再来一个 哎呦 这个汤汁都冒出来了啊 这个是红烧肉的 他不是割成了肉馅 你看 都是肉块啊 哎呦 冒油了 哎呦 这个是鲜甜口 红烧肉嘛 一般都放进去 两个一个 真香啊